大家好,实际上从2013年左右开始吧 我们就知道在我母亲透析的现场 我们通过一些所谓的红二代 我们了解到波音公司在对我们进行的人体实验 可能涉及到微波神经控制器 但是关键是我们与美国波音公司没有签署任何人体实验协议 鉴于美国波音公司涉及到日本光导长期的原子弹的问题 重大的历史问题 我们没有谈这个问题 现在我正是要求你美国公司 你这个美国波音公司 针对你波音公司在北京市长区 澳岸村北查单中国农集研究院的 对我进行人体实验的 这个骇人听闻的分子行为 我请你波音公司出示 我是否与你签订了进行人体实验的合法手略 二 谁允许你对我进行人体实验的 三 你拿出你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政府相关的国家政策文件 我要请你美国公司 你必须在世界级的新闻媒体办题 就这一办题 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官一支专家 黄建峰一起 做出合理合法的解释 说明 好谢谢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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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